报告显示 澳航年度利润达到约11亿美元 同比几乎翻了一番 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 企业税前收入达到11.6亿美元 较上一财年增长了57% 创下了95年公司历史的最好成绩 这个也被称为飞行袋鼠的航空公司 也将在2009年之后首次向股东支付股息 金额每为股0.07美元 总额相当于1.34亿美元 此外 10月12日 他们还将启动价值3.6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花旗飞析师对澳航的派西飞析指出 派西重点显示出了管理层 对公司未来业务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悉尼中午时段 澳航股票攀升2.7% 达到每股3.49澳元 是当天澳大利亚证交所标普企业中的最好表现之一 而实际上今年4月份触及的每股4.16澳元 是公司近8年半股价的最高点 在2014年创下历史最高亏损之后 澳航着手于大规模重建 具体为削减载客量和财源 而油价下跌也间接提供了利好 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·乔伊斯说 我们的转型方案是分红给自己的股东 客户和员工 转型让公司变得更加灵活 为股东创造了价值 并给了未来投资建设一个平台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我是珊姆·梅雷迪斯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